我不希望你无法接受精致男孩 你精致到什么程度呢 比如说我洗完脸之后 我会注重补水 精华 乳液 面霜等一系列的这个护肤 然后可能会花很长时间 然后再比如说明天我们要出门 然后今天我就会想好 根据明天我要去做什么事情 选择好我的衣服 然后第二天就干干净净 立立素素地出门 我觉得这样是我的一个 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 19号 男嘉宾你好 我刚听你说你是精致男孩 那你能接受你的另一半 你的女朋友可能说 没有你那么精致吗 我完全可以接受 因为这是我的生活习惯 他有他的生活习惯 我觉得我们两个放在一起 然后互相学习就挺好的 不需要要求他像我一样 或者说他更精致 我们不需要 谢谢 如果两个人一样的话 每天晚上用面霜和眼霜的时候 就可以分享一下 不同的眼霜带给我们的体验 是不一样的 一边眼睛抹一个是吗 对 然后对比一下 我这个用了五天以后的感受 和你那个眼睛 两只眼睛我觉得还是有点区别的 是 是